一名印译男子相信是在最久的状态之下 跳入雪州万劳公主城中心公园的湖中 目睹一切的有人赶紧向警方报案 警方立即召来消诚局 搜寻失踪的男子 但是他被找到的时候已经密闭身亡 来到城中的派山 在导衔内里召喚 淹 bigger 落花 面丶再次肯定 因此我们感谢了 在关系的研究 尤其是有区域的区域 由巴勒斯阿兰和巴勒斯阿兰 我们的区域 我们的区域 在10分钟 他们开始行动 煤炭山消整局 今早10点接获投报之后 立即赶到现场 随后沙亚南消整局 和巴生港的水上拯救队 也加入了搜救的行动 消整人员最终在下午的 1点33分巡获死者的遗体 死者证实是25岁的西阿拉维拉 警方已经把死者的遗体 送往双西茅诺医院解剖